关善祥自称是许家印忠实的坚守者 许家印被抓后第一个自杀的大佬 作为曾经的首富 许家印被抓就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导致了一系列不可测的后果 2023年9月29日 正值中秋佳节 就在许家印被抓的消息公布后不久 另一则噩耗也不期而至 著名私募基金大佬关善祥突然死亡 享年仅仅38岁 除了圈子里关注外 关善祥的死并没有在官方媒体有什么像样的报道 甚至连死因都没有官方说法 但圈子里大多数消息都指向两个字自杀 在业内 关善祥是一个传奇人物 1985年出生的关善祥是广东佛山人 论家庭背景 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而且也绝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学霸 上学上到大三的时候就辍学 辍学之后的关善祥曾做过很长时间的销售 直到2005年才开始正式踏入股市 当他踏入股市的那一刻 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 20岁的关善祥通过股票投资 短短几年就实现财富自由 那一年他还未满28岁 2017年 32岁的关善祥很快就用30万资本做到1亿 也因此获得了百倍收益 被称中国巴菲特 除此之外 关善祥还有一个称号 他自称是许家印忠实的坚守者 在他所持的投资产品中 也以恒大的房地产为主 2020年 房地产行业因受政策影响遭受重创 行业一片低迷 在很多人不看好投资房地产的时候 关善祥发文称 自从2008年满仓以来 我每一天都是满仓状态 满仓了十几年 至今还没有结算过 也有可能 这辈子都不打算结算了 投资将会伴随到我的生命终结 我不打算从股票账户卖出一股 此后就把这些股票捐掉变好 2021年 经过一年的风霜历练 房地产行业早已是哀红遍野 前景飘摇 但这个时候 他还是站出来表达了对房产 对恒大的信心 他发文称 一点点打击 一点点波动 就能动摇的 那不叫信仰 那知识跟风 只是听着好听 看着好玩 尽管全行业已经戚风苦雨 很多地产大鳄都跌成了壁虎 但他还是坚定支持房地产 坚定信仰许家印 他说 做投资需要长远的眼 需要独立特型的判断 而不是跟着市场 跟着股价走 理想可能是坚定的 但事实却是残酷的 因为价值投资的一腔热血 可能并不适合当前的市场现状 很快 随着恒大问题的严重化 关善祥管理的基金也受到了重创 他旗下四只产品亏损超60% 多只产品注定失败 将不可避免地终止并进入清算流程 对于一个能被称为中国巴菲特的年轻人而言 但凡还有一点希望 都不会走上自暴自弃的绝路 但前两天许家印被抓 恒大系股票一夜之间全部停牌 犹如当头一棒 赫然已经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人说 关善祥做私募基金亏了 完全可以不用选择这样 他本来可以跟他的偶像许家印一样 把脸揣进口袋里 一转身六亲不认 反正亏的是别人的钱 但这一次他没有学许偶像家印 这说明他还是有一点操守和良心 有人说 许家印和关善祥都是胆子大 一个踩着楼市的风口 一个踩着股市的风口 一个摇身一变 成为恒大帝国的土皇帝 一个华丽变身 成为中国投资圈的巴菲特 但成也楼市 败也楼市 一个现在高墙内反省人生 一个现在已彻底告别人生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这时候再回想起关善祥说过的话 真正的信仰 是用生命下注 将投资的信仰 融入到生命当中 没人知道 他是否把投资的信仰融入了生命 但似乎真的在用自己的生命在下注 不过 这样的人不是信仰的圣徒 而更像是时代的赌徒 让我们看到的信仰的转称 如果我们在用自己的生命中 就会去打造成一个转称的转称的转称